最近王月伦与神秘美女在KTV亲密互动已失闹得沸沸扬扬 事后虽然王月伦发表回应进行了道歉 但争议生并未消失 一直为救此事表态的李湘也引起大家关注 8月18号风波后 首次发文的李湘在社交媒体上晒出一组照片 分享了两张科技犬的萌照 并未对王月伦事件做出任何回应 李湘和王月伦2009年结婚 婚后李湘不改女强人本色 没有停止为事业奋斗的脚步 近几年直播兴起后 她还大胆尝试新领域开始直播带货 对家庭李湘也很用心 有人发现李湘与王月伦共同拥有的三家公司 目前均一处于注销的状态 有人说是李湘太强势给了王月伦太大压力 她才做出如此行为的 李湘在自己的事业上迎头并进 王月伦戴着导演的帽子却没有一部经典作品 王月伦的行为李湘不再为她证明 想必也是看到了这个男人背后的自私和微醉 李湘可能只是表面上的风铁浪静 没有发生不代表原谅 有可能伤透了心 要知道这是李湘的第二段婚姻 之前经历过一次婚姻的她 因为家暴伤痕累累 这次跟了貌似憨厚厚可靠的王月伦 还有了可爱的女儿 不管在婚姻中是强势还是弱势 她一定很珍惜这样的幸福 不想打破这样的和谐 许多网友猜测李湘眼里容不了沙子 可能已经决定要和王月伦离婚 或者是想给王月伦一个教训 不过婚姻一世如人饮水浓暖自知 李湘未发生或许有自己的考虑 外人没必要想太多 最后希望李湘一切胜利